通常 假设你是一个集合人员 集合是不是就是要去找问题 所以请问一下 你会去找的是这一些 还是这一些订单 来去作为调查的依据 当然是这边 所以建议各位 我们就来去看一下 那些异常数量的订单怎么做 那就直接在这数量这边 数量这边 然后数字筛选 然后去设我要大于 大于例如说实践 因为这在统计上 已经变成一个常委 一定是小于95信赖区间 不晓得各位有没有兴趣 来去学这些东西 那大于理念 我们就直接输入实践好了 这个一定都是放条件成立 这是微软公司的定义 未来如果各位有兴趣 学那个像 上公司的 它就不是这样定义的 好 我们来去看大于10的 现在大于10的 现在这个部分 然后我们来去画它的图 插入刚刚的这张图 好 我们就可以发现 11的 11 大概有多少件 好 好 它不让我去秀 不过你游标放过去 它也告诉你 它有35 然后它有39 11到12 12件的有39 然后24 然后39 所以代表说 销售10数量以上 还蛮多的 所以这就是我们积核的重点 我们积核通常都不会去看 那个大家都会发生的 一定是积核那个少数会发生的 好了 这个我就先delete掉了 然后接下来 我就把这个筛选就关掉了 这个也关掉 不是关掉 这清理掉好了 那这边我又恢复到 就是所有的资料 各位请问一下 销售额会 会不会有复数 不会 不会 所以你可以最快的一个 检查的方法 就是将游标移到这个销售额 然后接下来 插入 插入这边 这个 长条图 来去看它的分布 像这边就是有一笔 有一笔 它在这么遥远的地方 不然它为什么要画到这边 好 那建议各位 我们就 那个 以 例如说 一千 来去画 来去画 它的一个数据的分布 好 所以 在这边销售额数字筛选 小于 因为我们一千以内的 我们来去看 这个数字分布就好了 所以 大致上可以知道 我们 主要 主要的 这个资料点 第一个是 是 是这一个 好吧 我稍微把它放大一点 好 这个是4.9 你要知道 这是 是 记价是用美金来记 4.9 到 41 之间是最多的 好 那 请问 有没有 复数 答案是没有 好 因为 因为超市 是吗 所以 可能 以 41块以内的 一个 那个 销售额 最多 好 总共 一千 笔 的 一万笔的 订单 有 两成 内 两成 多 都是 好 接下来就 逐渐 再下降 例如说 41块 到 77块 这边 大概有 1600笔 就提供 给你参考 一下 好 那 我想 以上是 数据 一个 基本的 清理 好